假如我去劝她的话 她会相信我 第三种就是看幻灯片 已经长出水上的菱花 这是在过去七佛 过去一千尊佛 生生世世都在学佛法 所以呢 我不用教她 她也会继续修行的 为了第二类的众生 我应该转经说法 所以讲完了以后 佛就在菩提家也开始放神通 然后呢 大家看不到她在做什么 佛在二十一篇里面讲什么呢 大方妄佛华言经 华言经就是这么来的 今天我们供修前面的 这个华言会上佛菩萨的寄送 就是华言经的经文 所以你要知道 释迦牧尼佛来接到我们世上 我们是很感恩的 若没有佛陀的话 我们是听不到什么 再讲得更晚一点 各位听 我们各位都见过释迦牧尼佛 你忘记了 可是你见识迦牧尼佛的呢 你不一定是人 你可能是一只蝴蝶 佛一放光完就跑掉了 你可能是一只小狗 跑来跑去 好 佛会放入光就不见了 就是说 佛在灭度的时候 看对了弥勒菩萨说 引度的人 我得度了 为得度的人 我也种得度的善根 将来再贤解千佛 没了菩萨的和会度 换句话说 我们在这个时代 会听到释迦牧尼佛的佛法 事实上我们见过佛陀 只是我们忘记了 那时候我们神通可以看到 这里神通是 现代的经文 我们都见过佛陀 可是我们忘记了 因为佛在讲大乘经论的时候 说放光遍造三千大千世间 那时候你可能在天上 你可能在容间 你可能是在地狱恶鬼出身 佛放光照过你 就是加持你 解除你的恶业 让你将来可以遇到佛法 所以事实上 这是佛的大悲怨心 当你读了《月朵经》的时候 你会感动 释迦牧尼佛是很了不起 同时在八十八佛 唱鬼文里面 有三十五佛跟五十三佛 为什么三十五佛 是最好的唱鬼文呢 是因为三十五尊佛 都发愿在我们这个最苦的 五卓恶事里面将来成功 地藏菩萨将来也是在我们这个地球成功 所以观音跟地藏 跟我们所有众生的缘是很深的 所以希望各位有空 应该去看这个展览 请大家能够把握机会 到三月二十号 在新加坡的亚洲文明的博物馆里面有展览 请看竞选页第十行 二 圆满自立 因为我们学佛要自己修戒定会 我们也要慈悲心从家人工作的地方慢慢去关心别人 所以在我们读了三规五戒 受菩萨戒的时候叫四五誓愿 就是说要烦恼无精誓愿断 法能无量誓愿学 这两个原则 生生世世 他要努力 尽未来尽的努力跟修行 所以这里说明了一个现象 可见我们学佛不是只有一生 是生生世世都在修的 只是我们过去忘记了 对不对 接下来再看第三 道次第五重要 为什么呢 我发现从明天开始下午有会课时间 可以跟慈慧经院的办公室登记 我全世界去弘法的时候 我都会希望的去光缓众生 每一个人都平等的都可以来登记 登记额满的一种 但是我都会觉得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好 对于整个佛法都不太精准 有个人在念观世音菩萨就说观音法 有个人说地藏经就说地藏经 很好 我自己要出家之前也卖观音箭地藏 有人先念金刚经 带会 男传又修的传师 rode晓祯仙 到了这个金刚称又一个仁波切来灌顶 zeug2 close Crimary School一定只有一年级到六年级 爸爸妈妈都一定会问 一年级二年级要补什么 我要准备什么课本 要准备什么作业 所以你一定了解了 你才知道说 这个课你要不要修 要上数学 要上美术 要上英文 要上科学 可是我觉得现在呢 对不起 我讲话是很真诚的 我觉得呢 不单单把大道的徒师 新加坡徒师 很多国家的佛教徒都像什么 Buddhist Bunchen Fly 佛教的古典 当处飞 当然有很多连友会问 师傅我刚才不了解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了解 可以 你可以花一年到三年 南传北传藏传 你都去了解 你都可以了解 就像百货公司一样 你都可以去了解 可是你不能永远都一直在逛 怎么三年以后你还在逛 五年还在逛 举一个例子 你现在要百货公司 阿丹达有Shopping Mall 你现在去买鞋子 你现在想到农历过年到 我要去买鞋子 当然你就想我要去买鞋子 买鞋子是你的目标 Purpose 你的intention 可是呢 你进去了百货公司以后 你一定是要货比三家不吃亏嘛 每一家里都去看 对不对 你最后再看看你要的颜色 或者你有多少钱啊 有些比较贵 有些比较便宜 然后光明路都不穿衣服吧 Naked 不可能的 所以可见你虽然要买鞋子 可是你还是要买 你要考虑到你有上衣 你还要裤子或裙子 同样的说 佛法 不管你是修观音法 地藏法的 阿弥陀佛经 佛法的都好 但是你要对整体的佛法 你要了解 你才不会走错路 这个是我深深感觉 所以我每一年来把蛋糕讲完经 讲完以后 下一次我要讲什么经 我都有在思考 从以前讲 这个八大人绝经 十三叶道经 现在这是要告诉大家 整个霸乘五萨道 是就像一阶梯一阶梯一样 在我们台湾 101大楼 101层大楼 每一层大楼 你要了解 否则呢 你也了解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 存活的正确方向 你不会走错 不然就像把蛋挡大海一样 你滑一滑朝船了 滑到后下一个 之后你就成了不见了 lost in the ocean 第二个呢 就是学佛它有次序的 要先从五戒十善 从人天秤 效仰父母 控制师长 然后呢 五戒十善 再来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六度里面呢 不须直接忍入精进 还要学禅定 最后呢 才能够求生 静佛国土 所以它对于整个的道次第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 请看 讲一 第九页 第十三 简单的讲 道次第 请看换成片 第九页 第十三 道次第 整个大宋佛法 用人家问你 你学不学什么 大宋佛法 有两个重要的道次第 第一个叫六度波罗力 六度波罗力 第二个叫十地 一般人讲六度的比较多 讲十地的比较少 那六度里面呢 范文叫做 Six Palamita 十地叫做 Daksa Umi 这个是大乘佛法核心 举一个例子 请看 大致度论一 Q&A 菩萨他问了一个问题 龙叔菩萨社 问说 这是菩萨地 可以说身文 辟知佛 也可以到达彼岸呢 回答说 一 六度波罗力 有很多 无量无边的功能 可以包含 无量的佛法 第二 大乘佛法中 瓜谷是我家的 北传佛教 就是 北传佛教里面 可以含设 南传佛教 小乘法 可是反过来说 龙叔菩萨一经论说 小乘法 是不能够含设 大乘佛法的 接下来 二 关于六度波罗力 其实啊 我们讲深入经藏 有很多很多的经文 各位每个连友到 佛同来共修 都要打三归一 在第二个里面 自归一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其实 各位有没有想过呢 大家都在忙忙 其实经文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是 六度波罗力 请看 关于六度波罗力 至少应该 从下面经文整理 请看 七八编号 二六一 这是大阵帐第八册 两百六十一号 每一个经就有一个 Number 就像图事馆的编号一样 叫大乘领区六波罗力 经有十卷 告诉各位好消息 在座也有新加坡的理由 我希望发愿 2009年 我会在新加坡开研讨班 就会上这部经 因为这部经没有人上过 第二个大阵帐第十一册 编号三百一十点一二 宝基经里面有 菩萨葬会 二十卷 是寻装大十一 接下来 大阵帐第二十五册 编号一五平九 大致度论六度波罗力品评 大部分的内容 已经我在上次 海印五四的第二次讲座 全部的重要和讲过 所以可见各位 要深入经葬 需要很长远的时间 接下来 大阵帐三十册 一五七九 瑜伽式地论的菩萨地 有受菩萨界 这里也有讲六度波罗力 再看 大阵帐第三十二册 编号一六五九 八菩提心经论 这个呢 就是在我讲 入菩萨行论的时候呢 我已经把重要的都讲完 但我会介绍入菩萨行 再来看 大阵帐三十二册 编号一六六零 龙树菩萨的菩提子两论有六决 有目前新加坡 哈丁五四 我的介修 传一法师 请法 所以连我每半年都要造新加坡 他一共我六决 我已经讲到第二决 所以 你知道 大乘国法是非常好的 不像现在一般人都跑去金刚称 当然金刚称国法也很好 我自己也修金刚称 不过我要公开 真诚地提醒你 修金刚称 也要有大乘的基础 就像建房子一样 你看 慈慧经验 在建房子它也有异机 很多人喜欢金刚称 为什么 当然有很多人 简单来讲 专门贯财神 脏霸 都要发财 第二个 就是动不动 抓鬼 要修香魔法 其实一个鬼都没看到 对不对 所以 你要修很好的金刚称教法 简单的说 南传北传藏传 用比例说 像大学毕业 硕士毕业 还有博士毕业 你要很好的福报 才会遇到好的上师 你要谨慎 但是你也有大乘的基础 换句话说 中国大乘国法 其实它是很殊胜 在中国唐朝 或历代的祖师 或明朝 宋元明 有很多很多的高僧 到清朝 也有很多很多的高僧 可是现在我们的佛弟子 还不够精进 要再加油 请看第十页 第二个 入菩萨行的 吉天菩萨的 入菩萨行论 这是很高兴 今天第一天奖金 谢谢大家 下午下午 晚上还赶着来 所以由 这个 慈慧静愿 发新 印的 一千套的 入菩萨行论 MP3 这一套呢 会供养大家 待会出门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可以拿一套 你要拿两套也可以 但是希望你要珍惜 这个呢 我是在台湾整整讲的 印语 讲的全部 入菩萨行论 那当时没有入菩萨 所以只有MP3 没关系 你已经认识我了 你都一直天天看我 从第一 入菩萨行论 这是设计的非常好 然后呢 这有讲义 讲义呢 我足足讲的 印语 然后呢 有一本课本 特别注意 因为当时我用的是 用这本课本 这本课本是由台湾的联友 喊并供养大家的 所以记得你拿的时候 要拿讲义 还有课本 还有一套 这个MP3 希望我这次讲完作以后 你天天都可以听我讲经 希望啊 或许我梦中间 会见到我爸 所以事实上大家都很忙 我知道现在人真的很忙 我看到有个众生都很苦 他不来佛堂听经 并不单想不想学佛 而是太忙了 有小朋友 要照顾 要做工 对不对 要照顾公公婆婆 可是希望你听经 不是只有这五天听经 是应该是每天都听经 所以请看幻灯片 这是吉天菩萨 吉天菩萨怎么非常的庄严 他是印度呢 很了不起的一代祖师 就跟龙叔菩萨一样 他专修观音宝 跟龙叔师利菩萨 所以他蒙佛菩萨加持 你看他手上 各位看到的右边 我们的左手边 你们看到左手边 他有个如意宝 他的右手是讲经说法 左手是拿着经文 入乎萨行 请看讲义第十页 第二章 这个入乎萨行 英文叫Sandy Devas A Guided to the Bodhisattva Way of the Night 从第一章到第八章 接下来是第十章 第九章非常的深 它叫智慧品 我选的是如实法师的祭奏 当时是2002年 我从国外留学 从2002年的五月 每一个礼拜讲一次 你知道吗 我讲不是这样 是大概呢 我要坐车子 我晚上七点办奖金 当时我住在新竹石头山 我三点就下山了 我要坐一个半小时的车 到台北高速公路 然后吃个简单的饭 才讲 我这样来回来 一年我都没有中关 我只有两次发高招 因为寺庙有法会 然后第二分有和尚 我只有两次缺席 你看我花了一年的时间 把这个论全部讲完的 我是很真心的 所以很多人都是希望说 师父你要多开释 其实我开释的东西 都讲在录影带里面 也都上网了 你知道吗 当我现在跟你讲经的 另外地球的一半 美国 加拿大的巴西 很多人全世界都上网 听入吾萨行论 我讲一个感动的故事给你们 真正的前几天 我看到一封E-mail 在台湾新竹 有一个老吾萨 他有往生前一年 他尼奥弥陀佛 结果他很古很古 然后病中他也很古 他带养气罩 在医院抵加过病房 后来送回家 结果后来 因为他也怕死 他想听经 后来有一个连友 不知道拿我一套 古前十大院 在新加坡2003年的人 就让他听经 听了以后 他非常欢喜 反喜充满 就不用了养气罩 因为他心更有力量 然后在床上 每天念苦闲行愿 求生极乐世界 结果听完以后 这个他养气罩就拿下来了 也不用这些 完了以后 他运之时日 到了极乐世界就好了 往生了以后 回来拖沫 告诉他所有的连友 要听我讲的 苦闲十大约 结果他写了一封公文 后来跟我们比较了 很多苦门 我昨天前几天 我才看到戏 我看到了我掉眼泪 所以你要知道 这不是我的力量 是三宝的力量 我只是像一个发电机一样 像收音机一样 我把我一生 所体会到的正法告诉你 还是告诉你要闻思修 要戒定慰 可是那个老菩萨 真的呢 刚刚往神医里 所以后来呢 他们写了一封信 来感谢我 所以他到了极乐世界 托墓给他家人 全部的人要听 苦闲十大约 而且念苦闲心愿 所以我到哪里 全世界 无口活心 都劝人要念 苦闲心愿 有人这边听 有人这边跑出去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很希望 我很真诚地供养大家 也谢谢慈慧经院 这次发心供养一千套 所以待会 大会结束的时候 请到门口 由一宫排为两排 一个人送给大家一套 你要拿两套也可以 但是希望不要乱丢 因为这都是全世界众生的供养 课本是有台湾联友供养 把弹导的 然后呢 讲义呢 跟MP3 是由慈慧经院的 所有干部出钱的 所以当时 再看回来 第十页 第七号 C7行 是在台北国陆教育基金会 我足足讲了一年 那第九章 智慧品是比较深 我当时也花了一年 教我商业经社的干部 可是没有录影 因为那个是非常非常的深 讲中官为师的辩论 讲一章呢 我又讲了一年 看看哪一天 在哪边因缘成熟 再重新入菩萨行呢 录影好了 不过这一套是讲得非常棒 为什么呢 入菩萨行论现在在全世界 都有很多看部跟人夫妾讲 但是我是从南传 北传 藏传的角度讲 也讲了很多我全世界 留学跟参学的经验 希望这一次呢 讲座的第一天 是送给大家的礼物 祝大家新年快乐 能够早日成果 接下来再看 第十页 第九行 讲义的内容 有关于 慕菩萨行论的参考书目 中一呢 我全部都列在上面 同时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打的两个心经 佛法的修学次第 请你上网要听 因为很多灵友都会问一些 很根本的问题 其实佛法的修学次第 我在这边已经讲得很清楚 接下来当时我也用了 大正章三十二册 一六五九 揪摩罗舌 大师所讲的 八五级新经论 两卷 我几乎把六度波罗蜜都讲完了 还有补充资料 那当然 如果这个法宝结缘完了以后 请你上这个网站 就是佛多教育基金论的网站 你可以download 再看第三个 关于六地的内容 六地就很深 讲波尔波罗蜜 中国人跟波尔心经很有人 小朋友都会念波尔波罗蜜多心经 可是波尔波罗蜜是非常非常深的 它是佛教跟外道不同的地方 所以关于六地呢 它有十地经论的第六地 有入菩萨情论的第九章 我足足花了一年 教桑野精神的学生 当时只有入MP3部分 论目完整 将来有缘的地方 再看哪个地方 再教相关成熟的众生 在入中论里面 也讲的是第六地 接下来再看十地 十地的话 就在龙素菩提斯两国的第二卷当中说 科派甲二 请看第十页第十卷行 甲四波尔波罗蜜 事实上它又包含着四个波罗蜜 看丙一善巧方便波罗蜜 二丙二愿波罗蜜 丙三立波罗蜜 丙四致波罗蜜 这些呢也可以请你上网 听基金会 我讲过了天清菩萨的实地经论 也讲了一年 所以不容易 讲到这里我要告诉各位 每一个人要生生世世的学乎 我们要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要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请看第十一页 叶尔波罗蜜 发福提心 是六度万分的根本 请看补充资料 好 我先打开了 这次讲义上没有 请各位自己操 因为我发觉 讲义呢 操得太好了 你听一听就睡着了 所以还是要留一点来给你操一操 好 注意听 发福提心很重要 这是我这次讲座全部全部的核心 假如有人问你 你所有的佛法是六度波罗蜜 你可不可以讲一个重点给我听 那就叫做发福提心 大寸的佛法很重视发福提心 金刚寸 学命中更要有福提心 有菩提心才能成果 好 菩提心有非常非常深 我把它浓缩 浓缩 再浓缩 这三个重点 请看 第一 常常为别人着想 第二 要破大自己的心量 第三 要发愿 发什么愿呢 度一切众生 度成果 这三个才叫福提心 常常为别人着想 注意听 注意听 大寸跟金刚寸 最重要叫自他交换 什么叫自他交换呢 你跟别人想一想 换过来 举一个例子 你今天 对 先不要那么快切 黄鞋诊 有人在操作 请看 换这边 比方说你现在 今天要去看你的朋友 他生日 Happy Birthday 你想想他 你怎么可以让他感动 那你就会想他需要什么 同样的你反过来想你自己 假如今天 我生日的时候 人家会想怎样 让我很感动 对不对 当然了 你会知道 你的朋友给你东西 其实多多少少是不太重要的 他可能突然给你一个花 哎呀 吃你一下 你很感动 对不对 还有呢 可能呢 突然给你看一下 五年前 你拍了一张照片 我们曾经开发展 大家很开心的一张照片 你看到的时候 我们让你感动 所以换句话说 你怎么样让你的朋友很高兴呢 你要常常站在别人的一张墙 不是站在你自己的一张墙 这个叫做无体心 决一个例子 我们一般的人都是很自私的 在开车的时候 每一个呢 停一下都想到自己 后面的车就 巴巴巴巴巴 然后你下台呢 你告诉他 你不要巴 我也是在台湾的时候就是这样 在红卫灯 就是这样 转弯的时候还没有 后面的车子就在发 我就下来跟他讲 我说你不要那么急嘛 他现在跟我讲 臭额上 你管什么 哎呀 我说你看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说你这为什么呢 大家都在排队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有些人很自私啊 非常的 心很不好 对不对 那要遇到那段话 我会教训他 我说那我哪天啊 叫警察来 他说来又不来啊 看谁赢哦 我说没关系哦 我说你看看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说你没有想到 假如你现在在前面呢 人家巴你 你感觉如何 我说那不管啊 反正又没有发生啊 你看众生就是这样 所以人是很自私的 什么叫菩提心 常常想到你 你要想 你要想到 做孩子要常常想到 爸爸妈妈很辛苦 先生呢 比他常常想到 太太辛苦 太太也要想到 先生辛苦 对不对 不要先生每天的 老婆你煮的饭 就是那么人吃的 哎呦 他们想 我已经很辛苦了 快来买菜 煮饭给你 你还要醒我 对不对 那老婆也是呢 常常会先先生 你每天呢 就是花天酒地了 还这么晚的回来 嘿我赚钱很辛苦 所以其实人与人之间 为什么都没有慈悲心事 都不会为别人想 这叫自他交换 把你跟别人的位置换过来 注意听 看广东片 我写了 以一杯咖啡为例子 什么叫菩提心 专心听了 这一段很重要 想要我这边有一杯 是卡布青絲 然后坐在咖啡店里面 哎哇 我们很高兴啊 Happy New Year 就自己 呃啦 对不起 其实这不是卡布青絲 是的 罗汉午茶 谢谢大会帮我准备 好 现在一个什么不提心呢 就你在一个咖啡店里面 会想到别人 你会说哎呀 是我管他的 他又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他 错 你今天就是藍夫 菩萨会想 请问在这个Cappuccino里面 假如有十个人 你会心里想 太好了 我今天有福报了 我每一个人都送他一杯Cappuccino 你看你的心量就有一个 变成了十个 那假如在座呢 有将近一两百位 我每一个人都给你一个Cappuccino 你不是很无关系吗 天气很冷或很热的时候 或你不舒服 你突然会被Cappuccino 哎呀 我们感恩啊 那假如你的心量更大 整个印度尼西亚人 通通都给他一部Cappuccino 哇 你功能力很大 我要赞叹你 可是请问 好 全部人都Cappuccino 今天喝完了 明天就没了 好 那下面心量更大的是什么 全世界的人 我都用快递送他一杯Cappuccino 免费的 全世界有多少 十六亿人口 你看 我供养十六亿人 Cappuccino 对不对 你的心量大概就这么小吗 你就是想到你自己吗 我的好朋友 我的爸爸妈妈 最多你就五六杯 你会不会发炼 供养十六亿的人 都一个Cappuccino 那另外 我问你 你会不会发炼 无量的众生都一杯Cappuccino 不一定 因为什么 鱼它不一定喝Cappuccino 对不对 狗它不一定喝Cappuccino 猫不一定喝Cappuccino 那你反而要换一个什么 狗可能给它狗骨头 猫它给它鱼肉 小朋友给它巧克力 它喜欢 所以可见 观世音菩萨就是要 网渡一切的众生 众生需要什么 它就帮助它什么 这个 第二个叫做 请看幻灯变 扩大自己的心量 你的心量 不要只想到这么想 你就是没有同意心 当然 你作为太太先生 只想到自己家 这是正常的 这也自然的 注意 但这不是有房的 这被当女太太 来辈子 她会不会当女太太 不知道的 对不对 我们人生只是来演一场戏 所以从金刚圣的角度告诉你 所有的众生啊 过去都当过你的爸爸妈妈 只是你忘记了 明天我后天会讲 平等心就是很重要 所以你要想 你的心量啊 要像经文里边讲 广大如虚空啊 深测大海 这样子还不够 你干嘛 你给它卡不清 我告诉你 他会冷啊 你给他钱 钱永远是不够的 他肚子会饿 他没有工作 所以给他卡不清 是一个跟他结缘 接下来帮助他 因服食物 最后要什么 要教育他 要让他自己也发心啊 也来学佛 而成佛 就好像什么呢 你可以听 晚上里大家都很黑暗 我突然有一盏灯 点给大家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盏灯的时候 他走到哪里啊 不用靠边 给他卡不清 他自己赚钱 还可以帮助别人 这样子 你才真正帮助他 所以第三个 世间的帮助他是不够 面包永远发不完的 衣服永远发不完 注意听 我没有说发面包 跟发衣服不好 而是说 那个只是刚开始 接下来你要教育他 要告诉他佛法 他才不会造恶业 举个例子 佛经理常常用三种二人 杀到你 杀是猎人 淫是寄云 偷到小偷 佛陀要度这三种人 是最难度的 佛陀告诉他 不要这样去再去杀生 他就说佛陀 我不杀的话 赚不了钱 第二天还继续杀 杀了一个礼拜 佛陀我又发烧了 佛陀你赶快来加持我 就是这样 佛陀生事也是这样 所以换句话说 你虽然给他很多面包 给他衣服 但是 假如他居心造恶业的话 他还是会受乳 还会受乳 那最后怎么办 只要发愿 交发佛法 愿度一切众生 都成佛 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 讲的佛陀心 所以我做一个结论 菩提心从哪里开始想 第一 常常为别人想 先生 常常为太太想 太太为先生想 做孩子的 要常常 孝顺父母 为爸爸妈妈想 做爸爸妈妈的 也要常常为小孩子想 同事 跟同事之间 要帮别人想 第二 你的信量 不要只想到你家 对不对 你看看 你的孩子的生命 赶快吃巧克力 别人的小孩子 中中没看到 真正的菩萨是什么 左右邻居 他通通都花巧克力 知道吗 要从这里去学 慢慢慢慢慢慢 你心量才会大 这个 你有 常常会别人想 佛菩萨他放光就会加上 你的心量大了 你念大悲众的时候 你才会跟观世音菩萨有感应 最后 你才会发愿 不一切众生都从这里 请看外面 所以像云云的大海一样 大海里面有云云众生的鱼 对不对 众生是无量无边的 有鱼 有天上飞的 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 水中跳 这些云云的众生 释迦牟尼佛看到 不是看到鱼 他不但看到鱼 他还看到他们有佛性 可是呢 他也看到他的业力 过去造恶业 然后呢 才给我都被删得到 绝一个故事 大家听 我就今天讲一个段落话 你们今天是第一天 我知道我们家也有时间管理 对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 有一次呢 他头痛三天 头痛 可是他痛的时候 他心里会痛 结果呢 他痛的时候呢 阿满尊者是他的使者 就照顾佛陀 说佛陀你今天怎么办 他说我不太熟 他说不要 佛陀你也会不舒服吗 他说对 这是我的业 他说佛陀已经成佛了 怎么呢 你还会不舒服呢 他说阿满尼佛讲的故事给你听 在五亮节 五亮节呢 有一个呢 在海边有一群的渔夫 专门打鱼 结果有一天呢 这个村庄里面捞了一条非常非常大的鱼 大概有十公尺这么长 大家就狂欢要庆祝晚宴啊 晚上要烤鱼的肉来吃啊 可是当时有个小朋友还痞 过去呢 他没有呢 吃鱼 因为他是出宿的 他就拿了一个木棒 敲鱼的头 咕咕咕咕 三天 三次 然后呢他就走了 他说 安然尊者你知道呢 那个丸皮的小朋友 这是谁呢 就是我 我敲了鱼三下 所以我头痛三天 那可是呢 我所有呢 吃鱼肉的人呢 就是我释迦族的主名 对不对 因为我那时候顽皮 伤害了众生 虽然我是没有恶心啊 或者是顽皮而已 敲了三下 结果我头痛三天 可是呢 这是我的夜报 所以从这个故事里看得出来 佛成佛乐 他是跑不过他的夜里 当然 他头未透 但他心里不觉得透 因为他已经成佛了 他知道这事情是他的业力 就好像举个例子 下午的时候 对不对 外面滑蛋倒 对不对 下很大的大雨 那时候我讲 昏西菩萨 你赶快下吧 晚上要人家来听经的 对啊 我希望你们不要淋浴而来 我也是想到 你一切一切的众生啊 你要常常想 你的心量不要那么小 要想大海里面 愿度一切众生都成佛 好 今天第一天的讲座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我们现在要一起唱八月五项目 请翻开讲义第六页 尊贵的释迦牟尼佛 好看第六页 第六页是释迦牟尼佛 在《乐章吉祥经》里面自己发的乐 今天我要教大家唱 那这个唱呢是八月五项 所以唱的时候 因为是第一次 你若不熟的人呢 你可以专心听 那在座有些联友 我知道他会唱 所以你可以唱 然后我先唱一句给你听 这是释迦牟尼佛为了发愿 广度众生 行六度波罗密的 我也请大会工作呢 加上了这个 这个罗马音音 好 它的调子很简单 就只有一个 希望我们学在释迦牟尼佛一样 发愿 愿有就有很大的功德 就像刚才比喻 你要发愿度 无量无缘的众生都存活 当然无量无缘的众生 也会包含你的爸爸妈妈 你的家人也都会有到利益的 唱第一句 先示范一下 先听一下 我是幸福是你 为主兵人父 我欺牲生你 为主兵人父 我欺牲生你 为主兵人父 我欺牲生你 我欺牲生你 你不会唱 你可以唱 应声自己 在听鄙备刚才 為自己的家人一起發願 這個發願跟回向的功德 神聰聖 好 我可惜心不心 為主裝神父 設計此生能 兵法救之大 我欣賞生命 為主的能骨 以為平宗生 兵法救之大 我欣賞生命 為主的能骨 我欣賞生命 兵法救之 tasty 我欣賞生命 從主國 也賤致世羅的能骨 欣賞生命 為主ailleurs 兵法救治安 慰问谷底谷 谷谷大神志 最受众众苦 兵法救治安 我修杰与异 长叶长清醒 世王佛会成 兵法救治安 我修杰与弥 忍住和众生 为众主盼 兵法救治安 我修杰与弥 兵法救治安 我修杰与弥 我修杰与弥 忽生山莫地 我修杰与弥 兵法救治安 我修杰与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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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 真正 真 法 誓 我喜 自 方 便 不 多 主 而 解 安 智 亦 亦 正 惠 法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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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 以 死 生 救 度 主 众 生 免 而 满 堂 过 临 死 终 救 主 我喜 出 海 堂 祝 合 血 解 满 我喜 出 海 堂 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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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虽然是第一次大家上的庄园 我们每一天都会练习 好 今天奖金就走到这里 但是会有作业 作业就是这个奖励送给大家 所以上面第一页可以写上面的军字 请你代表去先运习 请从第十一页开始运习 里面有英文 也有中文 先看一下第十一页 明天会从第十一页讲 入乎撒行所有的中文寄送 从十二页到十三页 全部寄送在这里 入乎撒行 英文的部分 从十四页到第十 对不起 英文的部分 到二十一页 然后请各位回去运习 二十一页跟科汉 所以各位要一些作业 请你运习到第三十四页 不需要看 对不对 知道在座 你看得懂英文 就先看英文 看完英文 再来看汉文 那这个寄送里面有汉文翻译 也有白话文翻译 所以请你回去先运习 大家先看一下 你才知道明天要讲什么 今天是第一天 明天呢 我飞机会开得非常的快 因为我只有四文 就要他讲完 希望你先运习的话 是对于是有好处的 然后讲完以后 这个讲意呢 是共有利 好 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阿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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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